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510一章 接引之路 东寻风之巅 阿采前来拜访时 也被轻视剑仙告知 苏毅在闭关 无法待客 这让阿采颇为遗憾 取出一个愈合 逼给轻视剑仙 道 等苏道友出关时 还请将此物交给他 轻视剑仙神色正正收下 另外 还请告诉苏道友一声 我先行一步 希望以后能够在仙界和苏道友谋面 阿采轻声说道 轻视剑仙听得一头雾水 什么叫先行一步 不过 他还是点头硬撑下来 阿采没有耽搁 转身而去 当离开东寻风时 女枪客不禁说道 你不惜付出严重代价 也要把不朽傲义赠予那姓苏的 可却连她的面都没见到 心里是不是很不适自卑 阿采笑吟吟道 我的心意已送出 高兴还来不及 怎会因为不曾谋面而耿耿于怀 对了 你究竟要跟我到什么时候 女枪客犹豫了一下 女枪客犹豫了一下道 我想请你帮个忙 阿采亚然道 怎么帮 带我去仙界 女枪客认真说道 我若自己前往仙界 必会被仙界的规则力量排斥 无法前往 和你不一样 可以带我偷渡过去 阿采眼神苦怪 道 过往那段时间 你一直跟着我 就是为了这个 女枪客汉首道 只要你帮我 她日我必有报答 阿采想了想 道 你若真想报答我 等抵达仙界后 陪我去一个地方走一遭 去哪 射之海 女枪客紫色谋骤然一说 那地方可是仙界最神秘的禁区之一 你要去那里做什么 阿采只问道 你去不去 女枪客叹道 我总算看出来了 你这小丫头的鬼心思也不少 行 我答应就是 谁让我有求于你呢 阿采浅浅笑道 成交 当天 阿采就和女枪客一起离开了 而苏义 的确对外界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 她正在潜心闭关 树里自身道业 沉淀心境 时间流逝 从从数月时间过去 这段时间 接引之地风平浪静 并未在发生什么波澜 无论哪个阵营的强者 要么在外探寻机缘 要么就是在刻苦修炼 一切都是为了在接引之路出现时 谋夺一个飞升仙气的机会 在此期间 苏义从闭关走出了一趟 从青石剑仙那里获悉了不少事情 像那神秘女枪客曾出现 一举镇压北渊玉领袖人物雨晨 像阿采曾前来拜访 留下一个玉盒 并让青石剑仙转告了自己一番话 得知这些 苏义顿时明白 阿采已提前一步前往仙界 不朽仙残执掌时空之力 要想从这第一战场前往仙界 并非什么难事 当初在东玄域的时候 阿采就曾穿梭时空 进入轮回半道树上 在吞噬和炼化轮回半道树的叶子 以后若有缘 自然有机会相见 苏义按道 其实 当初在血色荒原深处夺取柴天草的时候 阿采就曾提过 若苏义愿意 他可以带着苏义一起前往仙界 但被苏义拒绝了 当接引之路出现时 还有一场造化 苏义并不想错失 若不出我所料 那女枪客应当也和阿采一起离开了 苏义做出判断 很早时候 他就察觉到女枪客来历特殊 修为深不可测 远不是举辖镜人物可比 修为太高 也就意味着女枪客根本无法大作为与花境人物准备的接引之路 否则 必会被仙道规则排斥 道友 这就是那个愈合 青石剑仙把阿采所留的愈合递给苏义 苏义接过之后 并未打开 而是问道 杰空的伤势恢复如何 青石剑仙道 前不久的时候 杰空已经彻底修复神魂 如今正在闭关重塑道区 不过 说着 他愧然一叹 道 杰空已明确表示 放弃此次举霞飞声的机会 事实上 不放弃也不行 杰空剑僧负伤太重 哪怕重塑道区 也无法扛过成心之劫 苏义道 放弃也好 等返回东玄域 让杰空去找红云真人 以后同样也可以前往仙界 仙道气息 正在东玄域的周天规则中复苏 当彻底恢复过来时 像红云真人这等仙道人物 就可以直接重返仙界 向此次域外战场开启时 仙道势力墨家的强者 就没有一个掺和进来 原因就是 有莫青筹这样的仙人坐镇 根本无需通往域外战场 以后此可以带着 他们墨家的族人重返仙界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便是如此 不过 相比世间亿万修士而言 仙道势力终究只是极少数 属于特例 绝大多数修士以后 要举霞飞声 只能通过域外战场的接引之路 轻视剑仙展颜笑道 这道的确是一个出路 你也做好准备 等接引之路出现 我会为你铺路 你要做的 就是在飞升仙界时 扛过成仙之劫 苏义叮嘱道 轻视剑仙精神一阵 肃然应事 而后 苏义返回了自己的闭关之地 打开阿财所留的玉盒 苏义不禁挣住 混沌再到时 一下子 苏义就明白过来 阿财赠予自己的这一桩惊喜是什么了 只是 这样的惊喜却太过贵重 完全出乎他意料 阿财 这一下 我可就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苏义轻语 那混沌再到时内 封印的正是一股最为完整的不朽 大道奥义 时间匆匆 很快 从各域修士进入域外战场至今 已是一年时间 这一天 天穷深处骤然被一片永夜般的云层覆盖 一道苍茫古老的众声随之响彻 扩散天地间 分布在第一 第二 第三战场中的修士 借心有所感 齐齐停下手中动作 这是接引道中的声音 当钟声响起 也就意味着 一年之起已到 接引之路即将出现 接引之敌 各大阵营的强者接文迅而动 齐齐将目光看向天穷深处 成仙的时机终于来了 有人感慨 神色间竟是激动和期待 快 做好准备 接引之路马上就将出现 有人大喝 摩拳擦掌 蠢蠢欲动 这一刻 东悬域 西寒域 北渊域 南悬域四大阵营的强者 全都像潮水般 潮背于中央地带的 接引道场汇聚过去 苏道友放心 等返回东悬域后 我自会却拜野红云真人 接空剑僧秀说道 他早已放弃举下成仙的机会 苏亦点了点头 之前时候 他已和接空剑僧僧聊过 也把血衣姑娘和穷奇这两头绝世凶兽 交给了接空剑僧 等域外战场落幕 接空剑僧就会带着这两头凶兽冲返灯悬域 苏道友 我们也去吧 青石剑僧已有些迫不及待 苏亦点了点头 当他们才刚抵达街引道场附近 哼 天穷深处 蒙得响起巨阵 直似九天神雷乍响 紧跟着那永夜般的天幕四分五裂 一道神红灌空而下 垂落街引道场 街引道场随之轰鸣 映现出无数奇异繁密的规则道文 渐渐地 那一道灌通天地间的神红变得凝实起来 完全是由大道规则力量所化 一见独尊 其下官通缉引道场 而其上则扶摇之路天穷深处 无法看到尽头 接引之路 许多修士眼神狂热 激动得胸腔起伏 呼吸急促 这是通往化仙台的一条路 一入化仙台 就等于站在了仙界的大门前 到那时 是逾越龙门举下成仙 还是就此止步 完全看各自造化 当然 前提是 得有资格踏上街引之路 走 一下子 许许多多修士腾空而起 朝街引之路冲去 一些人成功踏足街引之路 并沿着这条路 朝上方略去 可也有一些人失败了 被街引之路上的规则力量扫飞出去 跌落在街引道场之外 该死 我的战绩不够吗 有人咒骂 脸色难看 怎会这样 有人沮丧 满脸颓然 这些被阻挡在街引之路外的修士 都是因为所获得的战绩不够 没能得到街引之路的认可 当目睹这一切 许多还没行动的修士顿时冷静不少 现实往往就如此残酷 在域外战场获得的战绩就如一道平正 唯有足够的战绩才能有资格踏足街引之路 很快 雨晨 秦宿行 任长青这些领袖人物也出动了 都轻松踏足街引之路 扶摇而上 我们也走吧 苏义当先脉步 展开行动 刷 当抵达街引之路上 苏义身上那积累着战机的令牌 产生一股奇妙的规则力量 与街引之路产生共振 而后 在无数惊恶目光注视下 就见一朵金灿惨的大道祥云出现在苏义脚下 竟是拖着他直接朝街引之路上方掠去 这也行 众人都懵了 第一次见到 还能这样登临街引之路的 轻视剑仙也愣了呢 但旋即就顾不得多想 连忙行动起来 东旋风上 街空剑僧望着苏义和轻视剑仙 那消失在天穷深处的身影 双手合十 齐手见礼 两位道友 多多保证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魔仙 魔逆 第1512章 画仙台 街引之路尽头 位于天穷之外 那是一片虚无般的浩瀚之地 无边无际 唯有一座宛如陆地般的玉台 飘浮在其中 画仙台 一缕缕仙气似缥缈的烟霞 冷罩在画仙台四周 也趁得画仙台神秘超然 很快 一群修士率先抵达 画仙台 距离仙界最近的地方 传闻在此地 凭借自身的战绩 和汲取到足够多的仙灵之气 有人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 仙灵之气 诞生于仙道中的本源力量 举辖镜修士炼化的仙灵之气 越多 在成仙师铸就的大道根基 就越浑厚 更有人早已迫不及待 第一时间行动起来 这和仙台大若一块漂浮的陆地 虚空中弥漫的近视仙灵之气 随着运转修为 那仙灵之气顿时被牵引过来 涌入体内 慌什么 这点仙灵之气 未免太过稀薄 等仙界之门开启时 自会有惊人的仙灵之气 倾泻而下 有人不以为意 挑选了一处地方 静心等待 随着时间推移 陆续由修士通过接引之路 抵达化仙台上 羽晨 温修竹 秦肃行 任长青等人 都赫然在其中 化仙台上 也渐渐变得热闹起来 这些修士 皆按各自阵营汇聚起来 直至苏义和青石剑仙抵达时 顿时发现 整个东旋域阵营中 加上他们两个在内 仅仅只有十多人 其中只有黎中 慕陵军两个熟人 反观其他三大阵营 最少的都有五十余人 多得像北渊狱 足有上百之政 这也很正常 哪怕苏义一个人 便压得各大阵营抬不起头 可除了他之外 相比七大阵营 东旋域强者的整体实力 的确差了一大截 此时 当看到苏义出现 七大阵营的强者 无不露出忌惮之色 甚至不敢去和苏义的目光对视 出人意料的是 于臣却主动打招呼 道 苏道友 你那位朋友没来吗 苏义一正 这才意识到 于臣说的是女枪客 苏义道 他自有办法前往仙界 于臣点了点头 道 原来如此 他自看出苏义不愿多谈 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苏义的确没心思闲聊 他带着轻视见仙 找了一处无人的地方 自顾自拎出藤椅 惬意地躺坐在了漆中 然后拿出一壶酒畅饮起来 那轻松懒散的一态 让所有人都证然不已 这可是化仙台 仙界之门很快就将开启 对任何举下敬人物而言 这绝对是梦寐以求的成仙契机 谁能不激动和期待 可苏义道好 跟回到自家后花园似的 唯有轻视见仙 习致以偿 这就是苏义 无论在哪里 都魂不在意其他 自不把任何事情放在心头 我家老祖说 成仙虽好 可当底的仙计后 一切就如回到了修行的起点 必然得低调一些 收敛一身的懊苦 有人难难 一番话 引来许多人共鸣 成仙仅仅仅只是仙道之路的起点 据说仙界有四十九州 将于广袤无影 就是成仙 都不见得能丈量出仙界有多的 等抵达仙界 当我知己是找个欺身之地 据说若被仙界的接引使看中 就有机会败入其所在的仙道势力中 若如此 就再好不过了 可别把仙界想得太好 去古迹记载 仙界可远比人间界更残酷 似咱们这种人 抵达仙界后 注定也是垫底的角色 在等待的时候 人们在低声交谈 大多都是在憧憬 抵达仙界后的事情 苏意将这些交谈听在耳中 眼神不禁微微有些一样 仙界的确让人憧憬 可对拥有第六世阅历的苏意而言 归根到底 仙界也只不过是一片浩瀚无垠的修行 未免罢了 远谈不上有多神秘 不过 苏意也理解在场众人的心情 人们总是会对未知的世界报以诸般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揣测 等真正抵达后 就会清楚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诸位 现在谈这些 未免言之过早 任长青开口道 以我看 可不见得谁都能扛过成仙之节 顺利抵达仙界 这番话一出 场中的气氛顿时变得沉稳不少 的确 眼下对他们这些人而言 还有一道关卡 成仙之节 当然若有幸能被仙界的接引时看中 同样有机会被魄力接引到仙界 不过 那等机会太过渺茫 几乎无人敢抱以希望 当 很快 一道苍茫的钟声响起 旋即 一扇如若虚幻般的门户 在极遥远处的虚空高处浮现而出 仙界之门 所有人停止交谈 目光齐齐望过去 神色间尽是憧憬和期待 一眼望去 那扇神秘的仙界之门 似相隔着无尽的时空般 给人以遥不可及的感觉 当出现时 一股汹涌澎湃的仙光 随之从仙界之门内迸发而出 而后 满天仙灵之气似流星群般 垂落在这片虚无般的世界中 那是诞生在仙道中的仙灵之气 大家都无需出手争夺 要想收取仙灵之气 全凭各自所积累的战绩 弱势去强强 反倒会一无所获 雨晨出声提醒 避免大家因为不清楚状况 而出手去争抢 那注定会引来纷争和冲突 果然如雨晨所言 这一瞬 驻足在化仙台上的所有强者身上 各自佩戴的那块积累战机的令牌 在这一刻焕发出奇异的力量波动 就如一盏盏亮起的灯火般 在牵引那从天而降的仙灵之气 哗啦 如不是的仙灵之气 从四面八方二朝化仙台汇聚而来 四语尘 秦素行 任长青这些领袖人物 各自都吸引来滚滚仙灵之气 涌入体内 亚乌巴达卡 其他修士 则千差万别 有的多 有的少 完全看各自所积累的战绩多少 而最受瞩目的 当属苏役无疑 他懒洋洋躺在藤椅中 自顾自饮酒 和仙灵之气则如绝地的洪水般 朝他疯狂涌了过去 到最后 将他整个人都淹没 那等惊人的一幕 让不知多少人瞠目 这该是积累了多少战绩 才能引来如此多的仙灵之气 事实上 没有人知道 自始至终 苏役根本就没有刻意去积累战绩 可偏偏无心插柳柳成音 第一战场 他独占神鹰之源 震杀群敌 积累大量战绩 第二战场 他几乎是一个人变他面 其他三大御界的阵营 所累积的战绩 早已数不胜数 直至抵达第三战场 他虽然只杀了一批举侠境人物 可在探寻局下深邃的那一段时间里 他猎杀了各个境地的许多妖兽 同样也记载了许多战绩 这一切的积累 让苏役在这一刻 儼然成为全场获取 先灵之气最多的一个人 不错 虽然现在用不上 可以后等破镜 他入滑空境举侠境时 自能发挥不可思议的妙用 苏役按道 此时所汲取到的先灵之气 皆被他储藏封印在了体内神鹰之地 事实上 过往那数个月的闭关中 他沉淀心境 树里自身道横 以隐隐撬动了修围上的瓶颈 随时有突破的可能 但苏役不着急 他转世成修 为的是超越过往一切 而非破镜速度的快慢 若不住旧万古未有的根基 他宁可不破镜 而现在 无论是所过往搜集到的举下神髓 还是现在所获得的先灵之气 都是在为以后的修行做准备 虚久 先灵之气渐渐稀少 直至不见 除了苏役自身 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在场其他举侠境人物 在汲取和炼化到足够的先灵之气后 一个个气息都发生惊人的蜕变 浑身都鼓荡着阵阵仙光 这的确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蜕变 是一种化仙的征兆 尤其是羽晨 他之前就在修为中 最炼出先灵之气的神韵 而今又汲取到磅礴厚重的先灵之气 让他整个人产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可这并非真正的成仙 欲成仙 必须历经成仙之节 唯如此 才能让自身的生命层次产生 全新的涅槃和飞跃 而等人间修饰听令 此刻起 一柱乡内 欲前往仙界者 速速正道飞升 猛的 一道充斥威严的声音 从那遥远的仙界之门内传出 直死九天主宰在下达旨意 哼 全场骚动 谁能不清楚 这是仙界接吟时的声音 躺在腾椅中的苏意眉头微皱 现在的仙界接吟时 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 在以往 中央仙庭执掌接吟之事 而接吟时 则又效命在中央仙庭麾下的 仙君使李伦刘担任 这是很久以前就约定俗成的规矩 而按照规矩 在仙界之门开启时 仙界接吟时 要宣读接吟时的种种规矩 提醒修饰正道飞升时 所遇到的危险等等 可谁曾讲 这次的接吟时 什么规矩都不讲了 连提醒都没有一句 旋即 苏意就明白过来 域外战场已消失万古岁月 并且仙界也曾遭受浩劫的席卷 如今的仙界秩序崩坏 天下动荡 中央仙庭早已消散于世 连中央仙庭都没了 自然不可能在亲定 哪个仙君势力来担任接吟时 自然的 此次出现的仙界接吟时 不懂规矩 也似乎就可以理解了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逆 第1513章 香伯伯和苏意不同 化仙台上的修士 大多根本不清楚仙界皆饮时 所要遵奉的规矩 当听到那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后 当即就有许多修士冲销而起 正道成仙 就在今朝 有人大喝 浑身仙光流转 化作一道神红 冲向极遥远处的仙界大门 于月龙门 变个画龙 我被修士未若能扛过成仙之节 便是那天上的逍遥仙 走 一道又一道神红破空而去 所有冲向仙界之门的修士 都生出同样的感觉 就好像穿梭了一重重空间避障 越过了一处处晶莹界壁 一层层飞升 而且越往上升 四周的时空法则就越是澎湃 宛如洪流一般 不断冲刷着他们的身躯 令得他们的身躯和神魂 都在发生一次次奇妙的蜕变 道区 神魂 气血 筋骨 脏腑 乃至于通体毛发 皆都在产生着快速蜕变 这就是语化 一种生命本质的蜕变 只要成功 就能踏入仙界 击身天仙之力 可是这种蜕变却极其消耗力量 苏道友 你又是在等待什么 苏一闭了对方一眼 道 我还为他足举侠镜 证人 旋即 人们的神色都变得很复杂 一个还为他足举侠镜的家伙 却在郭王那段时间 压得他们各大阵营 所有举侠镜人物都抬不起头 这让人情何以堪 猛的一道凄厉的惨叫 从极高远处的虚空中传来 人们睫毛骨悚然 看到一个举侠修饰在飞升之路上 躯体壶地化作无数飞墟般的碎片 消失不见 这是杜劫失败了 有人神色骇然 而接下来的时间中 陆续有类似的情景发生 在举侠飞升的路上 不是谁都能十拿九稳 只要抗不过成仙之劫 注定会行神去灭 当然 也有人正到成仙 抵达仙界大门之内 但数目极少 实不存一 那一幕幕残酷的画面 让许多还未出动的举侠镜人物 戒冷静下来 一些修士 甚至决意放弃这次成仙的机会 无他 怕死 轻视剑仙也出动了 扶摇而上 横渡无尽敞空 朝起遥远处的仙界之门冲去 苏义只观望片刻 就看出轻视剑仙 当可渡过成仙之劫 果然 轻视剑仙虽历经多次凶险 可最终还是扛了过去 身影消失在那仙界之门内 而此时 画仙台上仅仅只剩下失余人 放弃也好 大道求索 不必急于一时 苏义目光 看向慕陵军等人 东旋域阵营这边 除了轻视剑仙外 其他选择飞升正道的角色 几乎全都败了 眼下就只剩下慕陵军 黄剑魔等数人 慕陵军等人揭露出惭愧之色 原本 他们的确是打算搏一把的 但目睹其他人的惨状后 他们都不免被影响 患得患失 苏义长身而起 手气腾已 道 我也该走了 慕陵军 黄剑魔等人一愣 颇感困惑 苏义并非举辖镜修为 又如何去证道飞升 自看穿他们的心思 苏义解释道 哥在以前 仙界接引时会进行考核 哪怕没有踏足举辖镜 可若能在考核中脱颖而出 同样有机会被接引到仙界 可现在看来 时隔无尽岁月后 这一切都变了 说着 苏义微微摇头 这次出现的仙界接引时 的确让他很失望 那苏道友打算如何前往仙界 慕陵军忍不住道 苏义正要说什么 那仙界之门内 再次响起那一道威严的声音 而等人间修饰听令 全力催动自身的战绩令牌 若有幸被我等看中 可魄力接引到仙界 化仙台上 众人先是一愣 旋即都精神一震 纷纷行动起来 顿时 每个人身上的战绩令牌 皆大放光明 光焰争消 慕陵军他们也行动起来 在争取这最后的一线希望 唯有苏义没有动 他要前往仙界 还无需让人如此筛选 最终 让所有人心良的事 没有一个被仙界接引时选中 而此时 苏义不打算再等下去 跟慕陵军等人辞别道 诸位 他日有缘 必可在仙界相逢 告辞 声音还在回荡 他身影一闪 一破空而起 直死迈步登天般 朝及遥远处的仙界之门掠去 苏道友他 这是要强闯吗 若无拘 辖境修为 在前往仙界之门的路上 势必会被恐怖的时空力量击粉 苏道友可不是鲁莽之辈 且看看 众人皆愣住 被苏义那大胆的举动惊到了 几乎同一时间 那仙界之门内 也响起一阵惊讶的声音 慈子身上并没有淬炼出仙灵之气 分明就是没能踏足举下径 却打算强闯仙门 这和送死也没区别 仙门在前 谁能不动心 更别提 人间和仙界早已隔绝万古岁月 或许 慈子根本不清楚这么做 是何等危险的事情吧 可惜 注定是飞蛾扑火 强闯仙门者 有死无生 这是古来至今无人可逾越的一道铁律 议论声响起 化仙台上的众人这才知道 原来在那仙界之门内 并非只有一位接吟时 而他们的交谈声 也让众人都不禁替苏义捏了一把汗 强闯仙门 有死无生 虚空中 重重叠叠的时空力量 犹如一道道横跟的天剑一般 阻挡在苏义身前 越往高处 时空法则就越是澎湃汹涌 除此 还有诸多禁忌般的灾结力量充斥在沿途 化作肆虐的风暴 雷霆 神艳 动辄可抹杀任何举狭径人物 可出人意料的是 苏义的身影就如一条穿梭在惊涛骇浪中的鱼 穿过一层层的时空避障 越过一重重的灾结风暴 不断朝那仙界之门靠近过去 自始至终 竟不曾遭受任何阻截 连身上都不曾负伤 这化仙台上 木陵军等人揭幕当口呆 直似目睹一场不可能的神迹在上演 都被深深震撼到了 打破脑袋都无法想象 位层正道飞升 怎可能穿梭那无尽般的时空天窃 冲向仙界之门 根本不必怀疑 换作其他人敢这么做 早已身陨盗销 一 这年轻人是如何做到的 古怪 他一身的大道气息 竟可以自由穿梭在时空避障之间 魂不受影响 连仙道规则所化的毁灭之力 都被他避开了 仙界之门内 也是响起一阵吃惊的声音 无疑 那些仙界皆隐士都被惊动 感到不可思议 人间界 竟出了这样一个逆天角色 这是要打破有死无生的铁律吗 诸位 你们都别抢 待会由我来接吟祠子 这样的旷世奇才 正是我情仓先宗最需要的 不行 老夫也看中了这位小友 宁可付出一些代价 也要将其带回宗门修行 人都还没有抵达仙界呢 你们这些家伙就开始抢了 呵呵 他既被我们看中 哪怕在路途上发生一些危险 由我等出手 主动去接引便是 但不会让他折挤在路上 那嘈杂的声音 从仙界之门内传出 化仙台的证人 一个个全都惊得下巴 差点掉下来 嫉妒到面目全非 听听 那些仙界接引使 都争抢着要将苏义带回 各自所在的宗门 还说要出手主动去接引苏义 人和人的差距 的确太大了 我敢肯定 今日的事情若传回东悬域 天下人怕都会嫉妒苏大人的好运 慕陵君南南 好运 不 这是实力 黄剑魔纠正道 若非苏大人显露出堪称 镇骨朔金的逆天实力 燕可能会被那些仙界接引使 另眼看待 众人闻言 都不禁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无人能反驳 更无人能诋毁什么 因为自始至终 苏义根本不曾投机取巧 完全凭着一身实力 让那些仙界接引使 只主动抢着去接引 不过 最终苏义也没有借力 他一路敷摇 闯过城重天险 身影若一道惊鸿般 一局闯入那一道仙界之门内 就此消失不见 成功了 没有踏足举侠境 却踏出一条灯仙之路 打破强闯仙门 有死无生的铁律 抵达仙界 此举当可称得上万古为一 化仙台上 众人皆振汉诗神 就在当天 仙界之门 化仙台 借淫之路 皆陆续消失 到最后 整座域外战场中的修士 皆被挪移送出 重返各自的御界中 而出现长达一年之久的 御外战场 则随之消失于世 当天 御外战场中发生的事情 开始在东悬域 西寒域 北渊域 南火域 这四大御界中传扬 一时间 引发天下轰动 当天 揭空建僧也返回了揭空寺 带回了和苏伊有关的消息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一千五百亿十四张 肥声殿 皆空四 我关注兄弟牛啊 正值冬日大雪时 天地银庄所裹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 空罩和尚眉飞色舞 大呼小叫 青唐 青碗 卫山等人神色间 也都露出难掩的喜色 他们都已从 接空建僧口中 获悉了苏伊在域外战场的 所作所为 一个个与有荣焉 尤其是 这次接空建僧还谈到 慕陵君曾亲眼目睹 苏伊前往仙界的经过 连那些仙界接引使 都在争先恐后地 抢着要接引苏伊 这一切 让众人都大开眼界 场中 唯有红云真人和屠狗 兴趣最淡定 牛马 多正常 大惊小怪 屠狗鄙夷的 撇了空罩 和尚一眼 别忘了 苏伊曾在人间展现 以他的实力 若搬不到这一步 那才叫反常 稍说风凉话 这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红云真人轻声 呵斥了屠狗一句 屠狗顿时蔫了 善善不语 以后还不知何时 才能再见到师尊 清唐南南 他心中呼得涌起一丝怅然 轻挽低着禽手 轻咬鲜润的红唇 虽只分别一年 他也有些想念仙师了 不必着急 这人间界的仙道气息 已越来越浓郁 最多半年之内 我自有重返仙界的把握 红云真人说道 到时候 诸位可以和我一起同行 众人眼前一亮 精神振奋 若能跟随红云真人 一起前往仙界 自然最好 须知 与外战场 每隔千年才会出现一次 既然跟随红云真人 就能前往仙界 谁有甘心等待 那般漫长的岁月 前往仙界 可并非万事无忧 大道修行 无论在哪里 都不容有丝毫怠慢 哪怕在仙界 以后你们同样 要面临成仙之劫 土狗提醒道 众人皆心中一灵 未曾踏足举侠境 居然被多位仙界接引 使争抢着接引 无愧是独尊于世的苏大人 哎 一想到资词以后 这人间没有了苏大人坐镇 总让人感觉像少了一些什么 何谓传奇 当如苏大人事也 我有预感 以苏大人的底蕴 注定会在仙界大方一彩 随着域外战场中的消息传开 星空各界都在议论一个名字 苏义 对世间修饰而言 这个名字宛如大日悬空 独照古今 便寻诸天上下 无人能与之比肩 过往那些年 他从在世间留下数不尽的传奇 也缔造和铺血了一个又一个 足以镇瘦古今的奇迹 而今 他离开人间 等临仙徒 任谁能不为之感慨 仙界 一轮惶惶烈日 高尘于无穷深远的天空之上 一座灰红古老的殿羽上方 悬着一块写着飞生殿的牌匾 大殿前 则是一方仙物缭绕的水池 蒸腾辖光 化仙池 那水池足有千丈范围 涌动着浓郁的仙道锐光 羽禅 秦宿星 任长青等上百位成功飞生的强者 此时都已陆续从化仙池走出 其中也有青石剑仙 这就是仙界 快看 那是飞生殿 果然如传闻所言 举下飞生者通往仙界之门 便可抵达飞生殿前的化仙池内 一朝成仙 再非过去可比 众人激动 议论纷纷 神色间皆带着喜色 相对而言 羽禅 秦宿星 任长青等人皆很镇定 成仙 无非是比羽化之路更高的一条道徒罢了 唯一不同的就是 自此以后 他们就是仙界的一员 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任你以前在人间界何等耀眼 可在抵达仙界那一刻 以前的地位 荣耀 名望都已成为过去 也不知这座飞仙殿 位于哪个仙州境内 与臣自语 仙界共有四十九州 拥有无穷广袤的疆域 传人中 每一个仙州境内 借有一座飞升殿 和一个化仙池 受不同的仙军势力控制 负责引渡和招路 飞升之人的事宜 当然 这是很久以前的时候 仙界曾爆发浩劫 和人间隔绝了万古岁月 到如今 谁也不清楚 如今的规矩是什么 那位前辈是谁 不清楚 许多人注意到 在化仙池不远处 盘西坐着一个 古树临寻的老人 老人须发潦草 怀抱着一个酒葫芦 眼眸闭合 哭泣不动 肆意昏昏睡去 这莫非是接吟时 众人刚想到这 一道威严的声音 从远处的飞仙殿内传出 他足先到路 方是我被人 诸位道友 还请入内一叙 与臣等人心中一领 彼此对视 再孤不得理会那抱着 酒葫芦盘西而坐的老者 一起走进了那远处的 飞声殿内 大殿内 猎息十多道身影 有男有女 有劳有少 浑身皆萦绕着鲜光 而坐在上手主座上的 是一个气于非凡的紫袍中年 头戴恶观 身影昂藏 威严十足 当雨晨等上百位成仙者走进来 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压力 那是十多位仙道人物身上弥漫出的纤维 莫非各位前辈便是此次的接吟时 有人禁不住问道 此话一出 引得在座众心一阵清笑 中央主座上的紫袍恶观男子温声道 在仙允时代以前 戒淫史由中央仙庭亲定 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如今的仙界 早没有了中央仙庭 自然也和以往完全不一样 顿了顿 紫袍恶观中年继续道 当然 各位也可以视我等为戒淫史 那敢问前辈 如今的规矩是什么 有人虚心请教 紫袍恶观中年道 很简单 我等此次是奉太清教掌教齐涅大人的法旨 前来接引各位 太清教掌教齐涅 许多人一头雾水 雨晨 秦宿行 任长青等人肆意识到什么 神色都变得郑重许多 出此 尚有两件事要做 紫袍恶观中年道 以将各位的身份 来历一一登记在册 以后会交由太清教查阅 西红是小说 刚听到这 秦宿心经不住道 太清教为何还要查阅我等的身份和来历 其他人也感到奇怪 紫袍恶观中年 紫袍恶观中年微微摇头道 不清楚 这是齐涅大人的法旨 我等只是依规行事 第二件事 便是从你们之中 选拔传人 紫袍恶观中年孝道 在座这些道友 分别来自不同的仙道势力 而等若能有幸被他们看证 根本无需经过任何考验 就能成为某个仙道势力的传人 这番话一出 许多人眼眸一亮 他们刚刚抵达仙界 大多数毫无根脚 若能被某个仙道势力选为弟子 便等于是找到了 其身之地和靠山 所谓大树底下好成梁 便是如此 有人已迫不及待到 前辈不知这选拔传人 可有什么讲究 又该如何进行 别慌 还要等最后一位道友前来 自抛耳观中年孝说道 此话一出 众人皆不禁惊讶 还有人在前来仙界之门的途中 就在此时 哗啦 大殿外 画仙池一阵翻滚 一道俊拔的身影 从画仙池内走出 一袭轻袍 淡然出尘 赫然正是苏裔 非仙殿 苏裔眼眸泛起一丝恍惚之色 属于第六世的阅历 在这一刻如走马关花般 映现在苏裔脑海之中 当年的故人 当年的大敌 当年在这仙界游历时的猪般记忆 点点滴滴 历历在目 恍如昨日 苏道友 原来是他 果然 我就知道他肯定会来仙界的 雨晨 秦苏欣等成仙者 揭露出恍然之色 而让他们吃惊的是 在座那些仙人静陆续起身 朝大殿外行去 静思是要主动迎接苏裔 这位小友果然是一表人才 快请 一位仙人满脸笑容 笑呵呵迎上去 小友 我乃情仓仙宗之士 若你愿意 我可代表宗门 破格悬落你为我派的核心传人 有人直接开出条件 对苏裔发出邀请 核心传人算什么 我敢保证 只要小友跟我走 以后必有机会成为我派圣子 有人信誓旦旦夸下海口 也有人急眼了 呵斥到 抢什么抢 再好的条件 也得看这位小友自己答应与否 大家谁都清楚 能在没有踏足举下镜的情况下 就飞升到仙界的角色 是何等罕见 我花料在这 无论什么条件 这位小友 我天无山要定了 一时间 这些仙人七嘴八舌 抢着拉拢苏裔 甚至为此发生争执 吵得面红耳赤 那等一幕 看得羽晨等人 揭目瞪口呆 谁能想象 之前还为十足的那些仙道大人物 在见到苏裔时 会像变了一副面孔似的 而苏裔 俨然成了香伯伯 相比起来 他们这些人受到的待遇 就显得太冷清了 苏裔也没想到 才刚抵达仙界 就会被如此热情地对待 一时间 不有一阵好笑 最终 还是那紫炮和观中年 站出来 沉声道 依我看 这位小友就是成为 太清教的真传弟子 也绰绰有余 你们啊 就别争了 太清教 文言 那些仙道大人物 先是遗症 旋即都叹息不已 没办法 他们各自背后的势力 的确没法和太清教 这等仙道巨头比 太清教 苏裔眉头微挑 想起了王爷当初的 一个绝世大敌 血小子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魔仙 魔逆 第1515章 变故 当初 王爷转世之后 血小子曾率领 一众强者 杀入魔之纪元 探寻王爷的下落 而在一年多以前 苏裔曾在魔之纪元 通过一道密符 和血小子的大弟子 齐聂隔界对谈 也是那时候 苏裔了解到 齐聂早已是太清教掌教 欲图重建中央先庭 可苏裔却没想到 自己如今才刚抵达仙界 就从一个仙人口中 听到了太清教的事情 你是太清教的人 苏裔目光看向 那紫袍鹅官中年 哇 还不够资格成为 太清教的人 紫袍鹅官中年名叫 罗云中 他自嘲一笑 道 严格而言 我所在的门派 听命于太清教 苏裔顿时就明白了 简单而言 这紫袍鹅官中年 所在的门派 只不过是太清教的 附庸势力罢了 紫袍鹅官中年 罗云中道 不过 此次我等的确是 遵奉太清教掌教 齐聂大人的法旨 在此借银而等 而在我看来 以小有的资质 根本不愁无法成为 太清教的传人 齐聂的旨意 苏裔目光闪动 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就在此时 远处虚空窟的 泛起一阵空间涟漪 而后 一道身影凭空出现 这是一个华府男子 面容瘦削 谋弱英损般犀利 当看到此人出现 罗云中和在场 那些仙人 先是遗症 旋即齐其行礼 参见刘大人 这样一幕 让羽晨 秦苏心等人皆吃惊 意识到那被称作 刘大人的华府男子 身份注定不简单 一个虚境初期的真仙 苏裔若有所思 仙道四境 分别是于静仙人 虚境真仙 圣境先君 妙境先王 仙道四境之上 还有被仙道众生 视作传说的太境三阶 像罗云中等人 都仅仅是于静仙人 属于仙道之路 第一境的角色 而此时出现的 那华府男子 则是虚境真仙 事实上 仙界虽浩瀚无垠 分布着一万万生灵 和真正他足仙道的强者 也仅仅只是一部分 像于静仙人 已是仙界众生眼中的大人物 而虚境真仙 都能在一方欲界中称霸 搁在一些修行势力中 虚境真仙 也称得上是顶梁柱般的存在 而圣境仙君 已属于一座仙舟境内的顶尖人物 在整个仙界范围内 都算得上一流人物 而等听令 三天内 太经教的使者大人 就会亲自前来 在使者大人抵达前 凡是此次从人间 飞升仙界的修饰 无论是谁 皆不得擅自离开 华府男子沉声开口 宣达旨意 全场骚动 众人都意识到不对劲 刘大人 不是说有我等负责接引之事吗 难道出了什么状况 竟惹得太清教派前使者前来 罗云征忍不住问道 本座也是刚刚才接到传信 并不清楚状况 那华府男子 语气弹幕开口 说着 他一挥手 来人 将飞升殿四周封锁 没有本座的命令 不许任何人擅自出入 是 一群气息恐怖的 仙道强者出现 足有上百之众 一个个披肩之锐 气息惊悍肃杀 分 散在了飞升殿四周 一举将此地封锁 这一幕 让罗云中等人皆色变 连羽晨 秦素心他们 都意识到事态严重 眉头紧皱 这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许多人 也开始坠坠不安 才刚抵达仙际不久 就发生这样的变故 忍谁能淡定得了 苏毅拎出酒壶 清出了一口 他大致一看出 这一切的暗流 极可能是冲着自己而来 当然 目前也仅仅只是揣测 刘大人 不至于如此吧 罗云中忍不住道 华夫男子名叫柳云静 他神色淡漠道 本座也是奉命行事 对了 在此期间 儿当也不许擅自离开此地 当然 本座也会在这 飞升殖地外边陪着你们 撂下这番话 柳云静转身而去 罗云中他们面面相去 神色阴晴不定 这样的变故 也让他们措手不及 诸位莫慌 等太清交的诗者抵达后 事情自会有一个眉目 注定不会让大家救荡 罗云中温声劝慰 话虽这般说 却根本无法打消 众人心中的疑虑 一时间 气氛沉闷压抑 苏毅的目光 则看像话掀直一侧 若有所思 那里盘西坐着一个枯瘦老人 怀抱一个酒葫芦 虚发潦草 眼眸闭合 自是对此地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绝 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旋即 苏亦收回目光 神色不动传音给青石剑仙 今日的变故 疑似是撑着我来 你且做好准备 待会我离开时 会带着你一起 青石剑仙心中一阵 眼眸悄然咪了咪 微微汗手 表示明白 苏毅则不再多说 自顾自饮酒 可谁曾想 没多久 呼得一道传音声 在苏毅耳畔响起 小友 你若愿意加入 彼人背后的势力 彼人倒是有办法 带着小友提前离开此地 苏毅眸光微动 看向不远处的一个如抛男子 此人面容轻瘦 柳须飘然 正含笑看着自己 这是在场的仙人之一 之前曾主动邀请苏毅加入他所在的门派 苏毅似笑非笑 传音道 为了让我加入你所在的门派 都不惜去得罪太清教 如抛男子神色平静道 如今的仙界 秩序崩坏 天下动荡 太清教虽是当时一等一的巨头势力 但也不可能支手遮天 顿了顿 他继续道 当然 比人清楚道友心有疑虑 不敢贸然相信我这陌生人 这样吧 今夜时候 我会展露一些手段 等道友见到了 自会相信 我有能耐带着道友离开 苏毅我了一声 呼地问道 能否跟我说说 这座飞升店位于何地 如抛男子似乎很累和苏毅攀谈 笑说道 此地是位于景州境内的白鹿山 很久以前 这里原本是景州第一势力浮风仙阁的祖厅 此地的飞升店和化仙池 也一直由浮风仙阁掌管 不过 浮风仙阁早在仙允时代就已覆灭 如今的白鹿山 除了这飞升店和化仙池之外 其他地方皆已沦为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 说着 他颇为感慨地叹了一口气 时光荏苒 仙云时代的那一场浩劫 彻底改变了仙界 的一切 往昔那些惊天动地的大势力 大多都像浮风仙阁般 消散在历史长河之中 苏毅不禁沉默 景州 白鹿山 浮风仙阁 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他又怎会不知道 景州是仙界四十九州之一 浮风仙阁是景州第一先军势力 而浮风仙阁的开派祖师 曾经在中央仙庭麾下效命 名叫齐长烈 尊号长烈建军 一位真正的先军人物 苏毅之所以这般清楚 是因为这齐长烈 在很久以前曾是王爷 麾下的三十六位战将之一 曾跟随王爷 在仙界的第九天官征战沙场 连当初齐长烈前往中央仙庭 效命 都是来自王爷的授意 当然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时候的王爷 还为他祖先斗之巅 仅仅只是先军修为而已 在王爷的记忆中 齐长烈在正道先王境之后 就离开了中央仙庭 据说是前往一处仙界的一处秘境中 潜心修行 从那之后 王爷便和齐长烈失去了联系 连浮风仙阁都覆灭在仙陨时代 如此看来 齐长烈这样的老古董 怕也在仙陨时代遭遇不 否则怎可能会眼睁睁 看着自己开创的宗门覆灭 苏义暗道 一场席卷仙界的浩劫 的确改变了太多事情 而王爷转世的时候 那一场仙界浩劫还未发生 故而 苏义脑海中有关王爷的记忆 都在仙陨时代之前 仙陨时代中 究竟有多少仙道势力覆灭 又有多少通天人物遭劫而亡 苏义一概不知 小书庭 眼下也仅仅知道 王爷的爵士大敌血小子还活着 血小子所在的太清教 还严存于世 接下来 得先了解一下当今仙界的状况 再去一一完成 王爷当初未能达成的心愿 以及那些恩怨是非 苏义思存 王爷的道业力量 由自在影响苏义的心境 这一场心境之争 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而苏义现在已找到了破局之法 那就是去展断 王爷当初所留下的恩怨是非 完成王爷当初未达成的心愿 简而言之 就是亲自去承担 王爷这一世所留的因果 如此一来 足可在心境之争争获胜 王爷不曾办到的 他可以办到 王爷曾引以为悍的 他可以去弥补 如此一来 王爷的道业力量 还有什么资格取他而代之 小游可考虑清楚 眼见苏义久久不语 那如跑男子经不住传疑问询起来 苏义瞥了他一眼 道 到了现在 你还没告诉我 你来自哪个门派 如跑男子神秘一笑 道 不着急 等小游答应跟我走 以后自然会清楚 我眼下能告诉你的是 在我身后的势力 根本无需太轻骄地威胁 苏义已经懒得再是探 道 不必了 若要离开 我无需任何人帮忙 被如此直接地拒绝 让如跑男子一正 眉头渐渐皱起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一千五百亿十六章 仙界上下 无人可阻 沉默片刻 如跑男子呼地传音道 小游 若等太轻骄地使者前来 你和其他非生者 怕是都会遇到危险 苏语神色不动回应道 何以见得 如跑男子目光闪烁 道 万苦以来 你们是第一批 前来仙界的非生者 早已引发仙界 各大势力的关注 但你可知道 为何在今日 却仅仅只有我们这些人 前来接引你们 很简单 太轻教封锁了消息 玩了一出声动击息的把戏 早在一年前 太轻教就散布消息 演成此次通往人间的仙界之门 极可能会出现在明州 晋州 白州 玉州这四大州境内的非生之地 唯独没有谈起晋州 这就叫偷天换日 声东击西 而太轻教之所以这么做 为的就是要把所有非生仙界的人 统统掌控在手 苏一听吧 心中的一些疑惑总算得到解答 早在仙允时代之前 每一次仙界之门开启 皆会引发仙界极大的关注 许许多多仙道势力 皆会在那时候出现 派遣使者 依照中央仙庭所设立的规矩 从非生者中选拔传人 而如今 十个万苦岁月之后 当仙界之门重新开启 这景州的非生之地内 却显得极为冷腔 只有十多个仙人充当戒淫使 并且 这一批仙人虽然来自不同的仙道势力 但清一色都是在为太轻教效命 之前 苏伊还有些惊讶 太轻教什么时候 竟强大到能够独占非生之地了 而现在 他终于明白过来 早在一年前的时候 太轻教就已经开始布局 用假消息蒙蔽了仙界各大仙道势力 而在暗中 太轻教则骄悄派遣力量 独占这座位于景州境内的非生之地 苏伊问道 太轻教就不担心消息走漏 如跑男子笑道 一是太轻教早已蓄谋已久 而是哪怕消息走漏 太轻教也根本不怕 一年前的时间 太轻教就以派遣力量 将这座位于景州白路山的非生之地掌控 这等情况下 哪怕消息走漏 哪个仙道势力 谁敢和太轻教搬手腕 说到这 如跑男子一味深长道 而太轻教对你们这些非生者志在必得 恐怕不会是什么好事了 顿了顿 如跑男子道 相反 若小友愿跟我走 以后根本不出在心界立足的事情 苏伊不禁笑了 他看出来了 这老东西说来说去 归根到底还是想待自己离开 同样 对方必然另有图谋 小友何故发笑 如跑男子皱眉 苏伊深深看了如跑男子一眼 道 我只是忽然想到了一句话 什么话 我是献殷勤 非奸极道 如跑男子一愣 旋即老脸战红 眼神都变得森然起来 明显被这句话激怒 苏伊就那般淡然地看着他 也不说话 可出乎苏伊意料 如跑男子最终竟忍住了 什么也没什么 就此沉默不语 总算遇到个失去的 苏伊倾笑点评 如跑男子 如跑男子气的差点 忍不住想一圈砸苏伊的笑脸上 失去 你 个小小飞升者 哪来的资格在我面前装腔做事 而在如跑男子动怒时 苏伊已经迈不来到青石剑仙面前 道 走 先离开此地 去白鹿崖转一转 这句话 并未用传音 清清楚楚地在这飞升殿附近区域响起 众人皆一呆 纷纷将目光看过来 就连镇守在附近地带的那些先道强者 都神思不善 之前 柳云竟已吩咐过 在太清教师者抵达前 不允许任何人离开此地 谁能想到 有人敢堂而皇之的扬言要离开 就连那一只坐在化仙吃之盼的枯瘦老人 眼皮都微微动了一下 小友 白鹿鸦距离此地并不远 若你想去逛一逛 大可以等到太清教师者抵达时 再去也不迟 罗云中笑说道 其他戒淫时也纷纷含笑点头 他们都对苏义青睐有加 感官极好 原因很简单 苏义未曾踏足举辖境 就能以一己之力抵达仙界 这简直就是万国以来头一遭 不必了 苏义微微摇头 静自朝远处行去 轻视见先紧随其后 罗云中等皆隐是皆恶然 雨晨 秦宿行 任长青等飞升者更是被惊到 此地早已被柳云静的一众仙人属下封锁 苏义却偏要离开 他难道不清楚强行离开的后果 这小子 难道是在刚才和我的交谈中察觉到了不妙 着急逃逃走 如抛男子眼皮一跳 眉头紧锁 站住 驻守在附近区域中的一名仙人强者站出 这是一名身披甲州的高大男子 他杀气腾腾地盯着苏义 擅自离开者 杀无赦 其他仙人强者也纷纷将目光看过来 神色不善 小友快回来吧 小心惹火上身 罗云忠连忙上前劝阻 同时 他传音提醒苏义 纳上百位仙道人物 皆是柳云静麾下的宇静仙人 来自景州境内的修仙势力 罗云仙宗 虽非仙君势力 但底蕴却极为强劲 不容小觑 听罢 苏义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 摇响当初 世上大多数仙君势力都入不了王爷的发眼 更何况一个连仙君势力都不是的宗门 诚然 如今的他还未成仙 可除非仙君亲自驾临 否则 还真没什么可在意的 他心 小友 罗云忠张嘴还要说什么 苏义以笑道 仙界之大 没有我不可前往之地 我欲离开 这仙界上下 亦无人可阻 说吧 自顾自朝远处行去 罗云忠不禁愣住 其他人也愣住 这番话是一个才刚抵达仙界的非圣者有资格说的 狂 实在太狂 之前苏义气质淡然 不曾显露什么 显得很低调 可现在罗云忠等戒隐士才认识到 这个被他们另眼看待的年轻人 原来性情竟如此之狂 雨晨 秦苏欣他们自然清楚 苏义是何等强横辟腻的一个人 早在域外战场时 他们便有莫共睹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哪怕是抵达仙界 苏义的强势竟然不解分毫 这让他们甚至感到惭愧不已 相比起来 他们这些非圣者在面对那些仙人时就显得有些拘谨和畏缩了 相比起来 青是剑仙最淡定 早在东悬域 仙君世家出身的莫青仇 都对苏义竞正有加 便是红云仙子那等超然存在 也从不敢小觑苏义 更别提 当初死在苏义手底下的仙人士林 都不计其数 其中还不乏虚境真仙级别的士林 这等情况下 苏义拿会在意在场那些仙人 混账东西 不知敬酒吃法酒 必须严惩 那身披甲咒的高大男子一声大喝 直接出手了 哄 他探出右臂 涂扇般的大手横空朝苏义拍去 五指之间 仙光缭绕 法则交织 微能恐怖 毕竟是一位大足语境的仙人 那随便一击释放出的微能 就让许多飞升者心惊肉跳 感到莫大压力 唯有雨晨 秦素心等人神色如常 可心中也凛然不已 自存若换作是自己 必须全力以赴 或许才能与之抗衡 小心 罗云中第一时间站出来 身影横移 玉途挡在苏义身前 帮其化解这一击 哪怕苏义之前的口吻很狂 可他终究是不忍心看着苏义 这样的好苗子遭受迫害 哎 你呀 且旁观便可 一声透着些许无奈的轻叹声响起 苏义袖袍一挥 罗云中刚挪移过来的身影 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虚拖住 重新返回原地 同一时间 苏义一步上前 一掌拍出 轻飘飘一掌 却似神山横移 催枯拉朽斑碾碎 那高大男子横空拍来的一掌 震耳欲聋的暴鸣声中 所有人都惊骇看到 那高大男子一身的甲皱骤然炸开 化作无数碎屑飞溅 而高大男子整个人 则被一把掌镇压在地 躯体残破躺屑 浑身骨头都不知断裂多少根 一掌 震仙人 那霸道的一击 让所有人傻眼 差点猛掉 这 这是一个非生者 能够拥有的实力 雨晨 秦素欣 任张青等人面面相觑 内心无不害然 这一刻 他们这些在人间 举下境中堪称领袖的人物 才深刻意识到 自己和苏义之间的差距 是何等之大 罗云中等皆隐时 神色呆滞 眉梢间尽是惊恶和震撼 这年轻人竟如此逆天马 须知 这年轻人都还没有踏足举下境 再会 洛云仙宗那上百位 驻守在附近区域的仙人 也都被惊到 一个个下巴都差点掉下来 他们是那高大男子的同门 自然了解那高大男子 在雨晋中的修为是何等精湛和雄厚 可却万没想到 高大男子会想只苍蝇般被一掌镇压 最可怕的是 在镇压高大男子之前 那年轻人还一手将罗云中给送回了原地 远处 那哭坐在化仙池置盼的老人之前 一直闭目不动 可不知何时 他一睁开睁开眼眸 望向了远处苏伊那俊拔的身影 他那浑浊的眸子身处 涌动着莫名的光泽 这一刻 全场死寂 空气似乎都凝固 没有苏伊那淡然的声音响起 这一掌 鼓起算桥山震虎 接下来 谁再敢走我前路 后果自负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魔仙 魔逆 第1517章 一掌仙人贵 地上 高大男子浑身抽搐 痛苦呻吟 而苏伊的话 则让场中分为平天三分肃杀 若让你这狂徒离开了 我洛云仙宗的颜面王哪里搁 一个才一女子站出来 掌尖虚拖着一尊玉瓶 眼神冰冷 周围 一起上 阻结此子 将其彻底擒下 好 顿时 镇守在其他地方的洛云仙宗 强者纷纷出动 足有上百之众 如若重重叠叠的潮水般 江苏伊四面八方的区域彻底封锁 每个人 皆寄出宝物 杀其疼疼 恐怖的仙道威压 犹如铺天盖地般 重吱虚空中 罗云中等街隐士无不色变 事情闹大了 雨晨 秦苏欣等飞升者也都倒吸凉气 上百位仙人出动 那等规模无疑太恐怖 让人之远远看着就感到绝望 不知死活 苏伊眼神冷冽 他带着轻视尽先 自顾自前行 杀 震天的大鹤响彻 上百位仙人一起出动 毫不犹豫将手中仙宝 彤彤朝苏伊轰了过去 无疑 见识过苏伊的强大之后 连他们这些仙人都不敢保留 选择全力出手 轰隆 虚空俱颤 释放云崩 璀璨的仙光和宝物的轰凝声 降车天地 而那恐怖的毁灭洪流 则将苏伊所立足的那片区域完全覆盖 苏伊眉梢不禁浮现一丝不屑 哥在化繁镜时 若面对如此杀局 他恐怕也只能选择拼命 或许才能杀出成为 可如今的他 早已踏足化真镜大圆满地步 过往那半年时间里 一直在沉淀新镜河倒行 到如今随时都能轻松踏足化空镜 当面对这等一击 他虽感到极大的压力 可却并未感受到致命般的威胁 破 一声轻和响起 就见苏伊一袭轻袍鼓荡 身影腾空而起 右手默地朝下一拍 仿似仙尊拍案 雷霆发怒 哄 一股恐怖无边的霸道剑威 从苏伊掌指尖迸发而出 天地骤然一击 那剧烈摇晃的天地 崩坏的虚空 绚烂刺目的烟霞 剑猛地陷入一种停滞状态 似被完全压制 动弹不得 就连那漫天轰来的上百件仙宝 都齐齐一颤 发出刺耳的哀鸣 旋即 密集如古典的暴碎声轰然响彻 上百件仙宝 皆轰然崩碎 四亿碎的琉璃般 炸成无数缤纷的碎片飞洒击射 而在那恐怖的剑威横扫之下 那上百位仙人 一如被惊涛骇浪拍中的小船般 横七竖八地飞出去 血水飞洒 惨叫连天 一时间 苏义和青石剑仙附近之地 再无一人站着 这 全场所有人震撼 无不瞠目结舌 一掌之力 满地仙人归 众人几乎都以为在做梦 对修行的认知都被彻底颠覆 毕竟 谁能想象 这是一个尚未他足举辖境的人间修 是能做到的 太强了 于臣的道心都在站立 掀起惊涛骇浪 彻底失态 其他非生者 皆如是神明 罗云中等皆隐是相互骇然 饶是轻是剑仙也清楚苏义 但一些底细 可当目睹这一切 也不免神似恍惚 他心中难难 原来苏道友都已强大到了如此地步 这小子他 他 目睹这一切 那之前曾和苏义暗中对谈的 如袍男子精的差点跳起来 都找不到言辞能形容自己的心情 白露山之巅 一株股松树下 消息一泄露 各方仙道大势力都已下达命令 派遣他们各自分布在景州境内的顶尖人物 前往白露山飞升之地 各大仙道势力的大人物 也正在从其他地方赶往景州 得到消息后 立刻带着那些飞升者撤离 前往你们洛云先踪 记住 要快 若任务失败 必拿你们洛云先踪试问 柳云竟看完刚传来的消息 神色已变得空前凝重 一年前 太清教旧一部局 彻底封锁了和景州飞升之地有关的消息 没想到 消息终究还是泄露了 柳云竟暗叹 他这才意识到 局势越来越紧迫了 可让他感到困惑的是 其他先到大势力 为何竟也会如此重视和在意那些飞升者 甚至不惜去和太清教抢人 这其中定然另有玄机 或者说 那些飞升者中 有着先借各大势力志在必得的角色 柳云竟做出如此推断 他长身而起 转身朝飞升之地掠去 他不敢耽搁 打算立刻行动 将那一批飞升者全部带走 也包括那些接吟使 和上在半途 一阵震天般的惨叫声 就远远地从飞升之地中传来 发声变故了 柳云竟心中一紧 脸色都变了 他才刚接到太清教大人物的消息 言称若任务失败 就要拿他们落云先宗问罪 转眼间 飞升之地就有意外发生 这让柳云竟哪能不慌 他全力挪移 几个眨眼间而已 就来到飞升之地 而后就看到了那躺满一地的属下 以及正要离开飞升之地的 苏裔和轻视剑仙 没有外敌 柳云竟惊诧 他本以为 是有其他仙道势力的强者 前来抢夺那些飞升者 可现在看来 明显不是 心念转动间 柳云竟的目光已牢牢锁定 苏裔和轻视剑仙 冰冷开口 占周屋 声如惊雷 轰然响彻天地间 一股恐怖的威压 也是随之弥漫全场 那是属于 虚境真仙的威势 罗云竟等街隐士 都不禁替苏裔捏了一把汗 虚境真仙 已是一周境内的 一流大人物 仅次于仙君 而柳云竟 则是 洛云先宗的七长老 成名已久 哪怕罗云中 他们这些街隐士 各自背后都占有门派 可面对一位虚境真仙 也无人感不尽 这是实打实的 境界压制 苏裔顿族 斜眼看着 立足在远处 虚空中的柳云竟 道 虚境初期修为 目前来看 道也够资格和我对决 他从柳云竟身上 感受到了威胁 不过 这样反倒让苏裔 有一种剑裂欣喜之感 他之前一直头疼 无法测出自己的实力 达到何等地步 而现在 或许就是一个机会 而听了苏裔的话 众人眼皮一阵狂跳 这家伙都以狂道感 和虚境真仙叫板了 柳云竟也愣了一下 皱眉道 我洛云先宗的人 都是被你打败的 苏裔点头道 不错 柳云竟暗自心惊 难以置信道 谁能告诉我 他一个非生者 是如何做到的 一个被打趴下的 骆云先宗强者 战声道 七长老 他一掌按下 就把我等镇压在地 连我们的先宝 都被统统毁掉 此话一出 其他落败的 骆云先宗强者 揭露出羞愧之色 纷纷低下头去 柳云竟彻底蒙了 一掌 镇压上白云竟先人 当 当真 柳云竟禁不住问 无疑 这位须竟真仙一时 难以接受这一切 回禀柳大人 的确如此 不过 事情的起因 并非是那位小友作恶 而是他仅仅只是想离开此地 去白鹿崖散散心 远处 罗云征开口 其他接吟是也纷纷点头 这番话 既回答了柳云竟的问题 也是在为苏伊说好话 柳云竟眉头皱得愈发厉害 他彻底意识到不对劲 感到反常 一时间 在看向苏伊时 他的眼神都变了 怎样 要不要和我对决一场 苏伊问道 众人面面相觑 都快懵了 这时上谁见过一个人间修饰竟会 主动去约战一位虚敬真仙 怪不得他之前对我不屑一顾 如跑男子神色阴晴不定 他忽然发现 刚才在和苏伊暗中交谈时 自己活脱脱就是个小丑 柳云竟沉默了 虚久 他深呼吸一口气 道 阁下 我等也是奉命行事 而非有意为难 还请阁下担待一二 莫要与我等为难 说着 报全朝苏伊见礼 似是在致歉 这样一幕 让所有人惊诧 一位虚敬真仙 竟不敢去答应一个非生者的约战 也有人看出柳云竟不是不敢 恐怕是有所忌惮 苏伊顿时失望 道 既然不战 就莫要阻我前路 说吧 他带着青石剑仙继续朝外行去 阁下且慢 柳云竟连忙开口 你要阻我 苏伊挑眉 柳云竟摇头 道 阁下有所不知 一场不可预测的纱节 很快就将出现在这非生之地 若阁下要离开 不妨和我一起走 等到了我落云先踪 我必头等归和款待阁下 说着 他目光一扫雨 尘等人 你们也一样 只有跟我一起离开 才能避开那一场不可预测的纱节 这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刘大人 究竟是怎么回事 罗云竟忍不住问道 柳云竟犹豫一下 这才说道 其他一些仙道势力派遣一批 分布在景州境内的顶尖高手前来 他们的目的 便是抢夺此地非生仙界的人间修士 这番话一出 气氛都变得压抑沉闷下来 雨晨 秦苏欣他们都察觉到 今日的局势变得愈发凶险莫测了 苏伊则眯了眯眼眸 若柳云竟说的是真的 那么他有理由怀疑 这一切或许是冲着他来的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一千五百一十八章 反手就卖了 苏伊皱了皱美 难道说 不只是太清教 仙界其他一些大势力 都早已得知自己是王爷转世之身的消息 若真如此 事情就棘手了 在很久以前的仙界 王爷可有着暴君的称号 原因就是 他杀的敌人太多 足可用流血飘炉 枯骨成林八字来形容 因而 他的仇敌也不是一般的多 寻常角色倒也罢了 可那些曾被王爷视作 绝是大敌的角色 可没有一个是吃素的 像太清教老古董血消子 便是其中之一 不对 若我的身份真的早已泄露 今日这非生之地 怕是早已被仙界那些 活化十级的老家伙盯上 但不可能只派出这点强者前来 苏伊思寸 他可很清楚 诸如血消子这样的通天大能 除非是早已陨落 否则若知道他这个王爷的转世之身 会前来仙界 必然会亲自出动 而不可能派遣一些小角色前来 就在苏伊思寸时 耳畔忽地想起如炮男子的传音 阁下千万别上当 柳云静要带你们前往洛云仙踪 看似是为了避祸 实则最终目的还是要把你们这些非生者交给太清教 顿了顿 如炮男子继续道 不过 若阁下愿意 我同样可以在阁下离开 并且避开这一场弥天大祸 苏伊不禁感到意外 这老东西到了此时竟还不死心 而此时柳云静目光看向苏伊 道 阁下可考虑清楚 苏伊心中一动 呼得抬手一只远处的如炮男子 道 他传音告诉我 说他可以带我离开此地 离开这一场弥天大祸 如炮男子 啥 所有目光都齐齐看向如炮男子 柳云静更是脸色不善 一下子 如炮男子浑身冷嗖嗖的 额头直冒冷汗 脸颊都变得铁青起来 他哪能想到 苏伊反手就把他卖了 呼海 此话当真 柳云静魔光冷力如刀 被称作呼海的如炮男子连忙解释 假的 我根本没说过 柳大人别听他胡说 他这是在血口喷人 苏伊笑起来 道 你暗中和我的传音 我都已铭刻在御茧内 现在就能拿出来 让所有人听一听 说着 他从绣袍中取出一块御茧 如炮男子如遭雷击 怒目远征 指着苏伊 好啊 老子好心要帮你 你这小兔崽子却一肚子坏水 直接把老子卖了 畅想中文网 苏伊并未理会 柳云静则脸色阴沉 身影呼得消失原地 下一刻就出现在如炮男子身边 一把超级搏梗抓去 可谁曾想 却失手了 关键时刻 如炮男子身影化作一缕烟霞 疏而消失不见 躲开了柳云静这一击 而后 如炮男子的身影 出现在极远处的天穷下 他脸色阴沉 抬手指着柳云静 老东西 你坏我大事 他日必将被灭族 全场死寂 无故惊恶 谁也没想到 那如炮男子 非但避开了柳云静的一击 竟还直接出言威胁柳云静 还有你 说着 那如炮男子目光看向苏义 语气森然 迟早会落到本座手中 声音还在回荡 如炮男子已 凭空消失不见 全场所有人面面相觑 都被这个变故打了个措手不及 烟雨云基伏 苏义若有所思 他这才意识到 那如炮男子根本不是来自寻常修仙势力 而是来自云基仙府 一个早在仙允师代以前 就曾跻身仙王极势力的庞然大武 而烟雨云基伏 就是这个古老道统的秘传之物 怪不得他敢扬言无惧太轻笑 原来的确是底气十足 不过 他为何会单单找到自己 再三出言蛊惑 要把自己带走 苏义意识到 这其中定有玄机 可如炮男子逃得太快 已根本来不及将其留下 他绝对不是胡海 罗云中哭得开口 胡海也断不可能拥有这等手段 看来 我们之中早已混入了间隙 一下子 那些听命于太轻骄的 接音时的脸色也都难看下来 他们哪会看不出 胡海身上有问题 他的确不是寻常角色 而是来自云基仙府 苏义随口道 云基仙府 刘云镜和在场那些仙道人物的脸色顿变 哪怕历经仙允时代的沉重打击 可在当今仙界 云基仙府也是一个庞然大物 宗门中有仙君坐镇 阁下早已看出此人的来历 刘云镜很惊诧 连他和在场那些仙道人物 都没有看穿那个假胡海的身份 可一个来自人间的飞生者却做到了 这让他如何不惊讶 其他人也纷纷醒悟过来 看向苏义的目光都带上一抹一色 苏义微微摇头 我之前可不知道他是谁 而是他逃走时 用的是烟霞云基服 这才暴露了他的跟角 证人神色愈发异样了 刘云镜心中更是暗自凛然 他这等虚净真仙都没认出 可苏义却一眼识破 这让他愈发意识到 这个来自人间的飞生者 太过不简单 难道说 太清教和那些仙道大势力之所以 对这些飞生者志在必得 为的就是要找此人 柳云镜惊疑 一掌之下 镇压上白云镜真仙 之前更出言要和自己对决 现在又一眼识破那假胡海 来自云基仙府 这种种的意外和反常 让柳云镜不得不怀疑 眼前这个飞生者 定然有着极为特殊的来历 甚至就是太清教和那些仙道 势力要找的人 刚想到这 一便陡生 轰隆 远住天穷下 虚空如镜面般四分五裂 一头山岭大小的血蜘蛛 挥舞着八条锋利 如刀锋般的大腿 撕裂长空而来 一股恐怖的行为 随之弥漫天地间 而在那山岭血色蜘蛛背上 摆着一张白骨搭建的宝座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端坐在白骨宝座上 他一袭黑袍 眼眸成碧绿色 虽然是坐在那 和身上的气息 却摇一身人 果然 此次飞升仙界的人 出现在了景州的飞升之地 黑袍老人开口 逼游游地眼神远远地扫射过来 让许多人毛骨悚然 脸色都变了 柳云静也皱起眉头 意识到不妙 他才刚接到太兴礁的销 稀 没曾想 竟有人已提前赶来 并且还是景州境内 一个臭名昭著的老毒物 五毒山君 这飞升之地 早已被我洛云仙宗接管 并且是来自太兴礁的旨意 劝你莫要掺和进来 柳云静大喝 五毒山君 那些落云仙宗的强者 皆露出忌惮之色 在景州境内 活跃着一批极为凶残的妖魔之辈 其中称得上顶尖的妖魔中 便有五毒山君这个老毒物 太兴礁的确很厉害 不过 本座此次同样是奉命而来 为的便是带走那些飞升者 五毒山君坐在那只山林般的血蜘蛛身上 远远地立在虚空中 语气阴森可不 你柳云静若识去 就把人交出来 若不然 你们落云仙宗的人必死无疑 声传全场 柳云静和那些落云仙宗 强者的脸色顿时都阴沉下来 五毒老二 此地可不由你一人说了算 想带走那些飞升者 也要看本座是否答应 一道轻笑声响起 就见远处虚空中光焰一闪 凭空出现一个男子 一席只跑 脚踏碧绿长剑 黑发披散 容颜英俊 浑身缭绕着一缕缕火焰长龙 气息惊天动地 凉徒老妖 没想到你也来了 五毒山君皱眉 而柳云静等人再次色变 心都变得沉重起来 那赤袍男子 宁患梁图 同样是景州境内的一位强横存在 被妖魔之辈尊奉为梁图妖先 乃是妖魔中凶名昭著的狠茶子 却见梁图淡了口气 道 不 这次可不仅仅我一人来了 还有其他一些道友 都在赶来的路上 换而言之 今天这局势 大家只能各凭手段 看谁能抢走这些飞升者了 还有人来 听到这 柳云静的神色已经变得凝正无比 彻底意识到不妙 而雨晨 秦素行 任长青等飞升者 则面面相觑 他们又不蠢 哪会看不出局势之凶险 更让他们感到憋屈和苦涩的是 他们这些人 似乎都成了别人眼中任凭宰割的真板于肉 苏道友 事情可越来越不妙了 轻视见些眉头紧锁 传音给苏毅 别慌 且看这一场风波究竟能闹得有多大 苏毅副手于背 好整以下的立在那 神色淡然如旧 果然 仅仅虚余之间 再度有人前来 并且足足有五个 分别是三男两女 每一个 皆为是刀天 气息恐怖 而当看到这五人时 柳云镜这等虚镜真仙人人物的心中都一阵发寒 柔坠冰枯 这五人皆来自景州境内 三个是兄微不逊色于五都山君和凉土的妖魔之辈 分别是赤水老魔 紫穴老妖 毕业夫人 其他两个 则是景州一流修行势力民苦仙山的两位长老 分别叫丁寒丘 周不归 其中 丁寒丘虽是女子 可修为则是在场之中最强的一个 拥有虚境圆满地步的修为 只差一步就能丰盛称君 而今 这些来自景州各地的大人物分支他来 让谁能不惊心 更严重的是 照这种态势 谁也不敢说 接下来的时间中 会否还有更多的大人物出现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一千五百一十九丈 帝君归来 场中气氛压抑沉闷 包括五都山君 两头妖仙在内 已经有七位不速之客分支他来 届是景州境内的厉害角色 为是滔天 柳云竟脸色阴沉如水 心都沉入谷底 而像雨晨 秦素心等非生者 或许在人间是最耀眼的绝世人物 可毕竟才刚抵达仙界 还是头一遭经历这样的凶恶局势 一个个都忧心忡忡 唯独苏语 似没事人般 闲散自若 甚至拿出酒壶惬意的品用起来 苏道友 你 可有破局之法 秦素心呼的传音 声音都带着一丝彷徨的味道 苏语一正 目光看了看秦素心 又看了看那些神色间 已经是忐忑之色的非生者们 略意思寸 他这才说道 有 一个字 没有解释缘由 而看着一态自若的苏语 秦素心却莫名地感觉安心许多 就如同抓住了一线希望 他稀稀爱爱道 苏道友 那你能否帮 帮我们一把 苏语汉首道 可 秦素心身为北韩裕的领袖 性情也是极孤傲和自负的 而他能主动出生向苏语求助 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处境 这位天之娇女也已束手无策 不过 苏语之所以答应帮忙 并非是因为怜惜和同情 而是秦素心话中的那个我们 是的 秦素心在求助时 还考虑到了其他非生者 多谢苏道友 秦素心明显松了口气 清谋中尽是感激 无论今日会发生什么 道友的答案 我秦素心必铭记在心 永生不忘 苏语微微摇头 道 你若真感激我 就把我的态度一一告知其他人 让他们莫要声张 鼓起旁观 待会我自会带你们离开 好 秦素心不假思索 答应下来 很快 雨晨 任长青等人 纷纷把目光看向苏语 神色兼有欢喜 有振奋 也有感激 苏语姿不会在意这些 同一时间 那七位前来的恐怖存在 也在彼此对峙 不能再等了 猛的 坐在那一头血色蜘蛛上的 五都山君站起身来 他杀气腾腾 环顾全场 咱们谁都清楚 再等下去 注定会有越来越多狠叉子前来 到那时 别说吃肉了 连一口汤都喝不到 升船全场 脚踏绿色长剑上的 凉土腰仙道 道兄所言 正是我所担忧 以我看 不如大家一起动手 亲向那些非生者 最为妥当 小舒婷 说着 他看向来自 鸣鼓仙山的丁寒丘 倒有以为如何 在他们这些老家伙当中 丁寒丘道行最高 实力也最可怕 顿时 其他人的目光 也都看向丁寒丘 此女一袭黑色长衣 白发如雪 气质冷窍是人 闻言 丁寒丘汉手道 呵 顿时 场中气氛愈发 速杀压抑 柳云竟抱贺 各位 你们当我 骆云仙宗不存在吗 在他身边 上百位 与竟仙人汇聚 严阵一带 滚 丁寒丘舍战春雷 直接动手 枪 他抬手一点 一口银色 仙剑腾空而起 斩向柳云竟 柳云竟虽全力抵挡 却被这一剑 批得倒射出去 陈中可谐不止 竟是被一剑中错 不好 那些落云仙宗的仙人 无不骇然色变 他们人数虽多 可都是与竟修为 面对一众虚净真仙 注定毫无胜算 五独山君 梁图妖仙等人 都不禁露出轻蔑的笑容 这柳云竟 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没有任何犹豫 他们直接出手 从四面八方 朝飞升之地冲来 这一瞬 柳云竟目自欲猎 却无计可施 这一瞬 雨晨 秦素心 任长青等 飞升者毛骨悚然 下意识都将目光 看向苏毅 对他们而言 苏毅眼下已成为 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 哪怕他们对苏毅 并没有多少信心 可却都希望发生奇迹 苏毅可以力挽狂澜 这一瞬 苏毅却自顾自拎着酒壶 饮了一口 似浑然不觉 那四面八方之地 有着七位虚净真仙 层次的恐怖角色杀来 也就在这一瞬 一道真魂后 重的刀银声 呼得乍响在这片天地间 刀银如潮 落入五都山君 两头妖仙等人耳中 神魂似被重锤 狠狠砸中 身心都猛的一阵 他们全都色变 身影齐齐听顿在半空中 目光都看向同一个方向 化现实之盼 不知何时 那位怀抱就葫芦枯作余地的老人 以长身而骑 他枯瘦临寻的身影 只穿着一层陈旧的灰衣 潦草的虚发在风中飘扬 而一股恐怖的刀意 从他右手握着的一口 黑色长刀中弥漫而出 那是怎样一把刀 瞎长暗雅 如墨般漆黑 刀锋隐约映现出 一抹烟红的血色光泽 当一眼望去 所有人心神刺痛 这柳云镜 罗云中等人皆错愕 他怎会 雨晨 秦素心等飞升者也瞠目结舌 早在他们从化仙池中走出时 就曾见过这位枯作余地的老人 只是 当时谁也没有当回事 只当是一个守卫般的角色 可谁能想到 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 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老人 却仅凭手中的刀意 就震慑住那七位虚净真仙 太不可思议 五毒山君皱眉 神色惊疑 两途妖仙等人也察觉到不对劲 那枯受老者身上的刀意 太过凌厉霸道 透着浓重的沙发血腥气息 让他们都感到心悸 浑身都不自在 敢问阁下是谁 丁寒秋簇没问到 枯受老人没有理会 他眼神浑浊 右手握刀 刀尖垂直向下 脉步虚空而起 仅仅一个脉步而已 就剑红的一声 直死天塌地线 尸方虚空崩坏 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势 从枯受老人身上涌现 通天彻地 风云色变 这老东西 气息怎会如此可怕 五毒山君倒吸凉气 枪 凉途妖仙最果断 直接全力催动脚下的绿色长剑 转身就逃 速度之快 令人瞠目 可枯受老人 却似为不先知 手中刀锋枯的当空一盏 数千丈万 虚空轰然裂开 两图妖仙的身影 被一片狂暴霸刀的血色 刀气轰碎 四番五裂 连他脚下的绿色长剑 都随之寸寸崩断 以刀 轻松屠戮一位虚敬老魔头 五毒山君丁寒秋等人都差点傻眼 受到莫大的惊吓 这老家伙 难道是一位先君 哄 忽受老人脉不长空 朝那些虚敬真心靠近 他气息太过恐怖 惊动硝悍 整座飞升之地 到处都被霸道的刀威冲斥 面临如此威胁 丁寒秋几乎是出于本能般 第一时间抢先出手 斩 丁寒秋催动银色仙剑 掀起白茫茫的剑气 袭剑而去 忽受老人看也不看 挥刀斜坯 当 银色仙剑断裂 更远处 丁寒秋那修长的胶距 从肩膀处斜着往下 被斜匹成两半 哗啦 鲜血飞洒 一位早已他足虚敬 大圆满地步的真仙 竟也没能挡住那一刀之威 被屠杀当场 撤 快撤 五都山君大吼 根本无需他提醒 其他人都早已行动 转身就逃 来的时候 他们气势汹汹 和逃的时候 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 一切 既因为那枯兽老人 显露出的道行 太过恐怖 而枯兽老人 并未罢首 他神色淡漠如旧 枯兽的身影 凹力虚空 随着手腕转动 臂膀一回 那一口黑色 长刀横扫而出 哼 一道恐怖的血色 刀器骤然 释放而开 极远处 庞大如山岭般的 血色蜘蛛 发出惨叫 躯体崩碎 如雨落 而立足在血色蜘蛛上的 五毒山均 躯体脱污地 崩碎成无数血块 同样的血腥死亡景象 几乎同一时间 发生在其他四位 虚境真仙上 每一个皆四指胡斑 残死在那血色刀器之下 无意生还 至此 七位分支他来的 虚境真仙 皆扶珠 而前后才不过几个眨眼间 全场寂静 众人接目的 愣口呆 一场迷天大祸 就这般被化解了 何止是雨晨 秦素心等非生者 便是柳云静等先道人物 都被震撼的神色呆滞 那老家伙 竟然如此厉害吗 罗云中心神战利 在这座街隐之地 他和其他人是街隐使 听命于太清教 不过 他们却并不清楚 那枯瘦老人的身份 仅仅只知道 那枯瘦老人和他们一样 听命于太清教 类似于守卫 奉命镇守化仙池 之前 罗云中他们也曾接触过那枯瘦老人 可惜 并未打探出什么 可现在 罗云中他们才深刻意识到 这个宛如守卫般的老人 是何等恐怖的一位存在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再次颠覆了罗云中他们的认知 甚至是 感到迷茫 就近虚空中 呼售老人收起黑色长刀 而后转身 一步走下虚空 竟自来到苏裔身前 石掌之地驻足 而后 就在众人搞不清楚 呼售老人要做什么的时候 这位之前霸道 披腻如神般的老人 却郑重地整了整一关 朝着苏裔驻足之地 蒙蒂丹西跪在地上 晚辈西福峰 奉先赴之命 恭迎帝君大人归来 呼售老人开口 他似要宣泄内心 如沸腾般的情绪般 扯开了嗓子 声如雷霆 轰然响彻天地间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520章 梦 呼售老人的声音 击到天地 那一字字 偷着根本掩饰不住的激动和喜悦 他低着头 没有让人看到那发红的眼眶 全场寂静 众人皆彻底失神 一位那般恐怖霸道的存在 却在此刻膝盖跪地 恭迎苏义身前 尊称帝君 这样的画面 让人只有一种感觉 迷茫 毕竟 谁都清楚苏义是一位飞生者 一个连举侠竟都未曾踏足的人间修士 谁能想象 那位枯瘦老人 却是他如帝君 跪拜于前 蒙了 所有人都蒙了 以至于场中死忌一片 鸦雀无声 人人皆向泥塑雕像斑袋追在那 脑海空白 西夫风 原来是你啊 怪不得你身上有着霸血真意的气息 所以发出一声感慨 这是第六世王爷的情绪 有感而发 很久以前 这白鹿山是浮风仙阁的祖庭 七长烈则是浮风仙阁的开派祖师 但同时 七长烈也是王爷麾下的三十六位战将之一 是中央仙庭赫赫有名的常烈进军 而在王爷记忆中 清除记得 七长烈膝下有一子 名唤七伏风 之前时候 苏义就察觉到 哭作在画仙尺之盼的七伏风 身上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那就是霸血真意 一种由七长烈所开创的独门秘书 可苏义却没想到 那哭受老人却会是七长烈的孩子 帝君大人 原来您早已认出晚辈了 七伏风南南 嘴唇颤抖 明显很激动 有些失探 快起来 莫要再跪在我面前 苏义吩咐道 热 七伏风长身而起 可依旧低着头 那是一种净重到骨子里的姿态 帝君 他怎会是帝君 难道说 域外战场中的传闻是真的 语尘心争难难 早在第一战场的时候 他就曾听说 灯玄域的苏义 执掌轮回之力 曾不止一次转世成修过 可却从不曾当真过 而现在 他动摇了 怪不得苏道友有恃无恐 原来是他有着不为人知的神秘来历 可 他怎会被称作帝君 这一刻 那些非生者内心皆勇起重重疑惑 以前 他们把苏义视作同队人物 认为彼此哪怕实力再差 和好歹相逢一场 彼此都是从人间前来的非生者 可现在 他们才猛地意识到 从一开始他们就想错了 苏义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无论是在人间 还是在仙界 一时间 他们看向苏义的目光 都戴上一抹复杂之色 有震撼 有敬畏 也有陌生 不只是他们 柳云镜 罗云忠他们这些仙界人物 都彻底枉然了 这个非生者究竟是谁 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神秘来历 为何会被视作帝君 好几次他们都忍不住想问出声 可碍于七伏风那恐怖的威势 无人敢在此个开口 唯有柳云镜子想起什么 浑身猛的一颤 毛子都不禁瞪大 七伏风 很久以前 请周第一仙君势力 伏风仙阁开派祖师之子 他的名 字 据说就是取自宗门中的 伏风二字 真的是那位前卫吗 柳云镜心颤 眼下这座非生之地 就位于伏风仙阁的 祖亭白鹿山上 这怎能不让人浮想连篇 可若说是真的 也就意味着 那位枯手老人 是一个从漫长的仙允时代中 活下来的活化石器老古董 毕竟 无论是伏风仙阁 还是其祖师七长烈 都早在很久以前 就消失在仙允时代之中 一想到这 柳云镜简直如遭雷击 七伏风这等活化石器老古董 却尊称一个非生者为帝君 那这年轻人的身份 该是何等惊人 众人的心思 白转千蛇 而此时 远处呼得有一群气息恐怖的身影 诺以长空而来 人没到 声音已远远传来 希望没来晚 放心 谁敢和我们抢飞升者 杀了就是 而当这群身影抵达 不禁愣住 他们看到了什么 满地的血水和碎裂的尸体 谁能告诉本座 此地发生了何事 为首的一个老者沉声开口 他们一行人 足有十多个 胸围滔天 都有着不若于五都山君等虚净真心的威势 和此时 当看到他们出现时 在场众人再不像刚才那般忐忑和彷徨 反倒全都露出怜悯之色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活得不耐烦了吗 老者大鹤 脸色阴沉 被无数人用怜悯的目光看着 让他们都有种被冒犯般的羞愤感 杀了 苏伊都懒得抬眼看一下 惹 欺负风腾空而起 枪 天地间 刀锋一闪 霸道的血色刀气似女 下一刻 那十多个气势汹汹而来的虚净真仙 禁术蚕死场中 而见到这一幕 众人都骂了 自寻死路 大抵如此 欺负风收起长刀 功声说道 帝君大人 此地不宜久留 还请您一驾 跟随晚辈先离开此地 苏伊微微汗手 眼下的确不是和欺负风叙旧的时候 不过 在离开之前 他还有事要做 各位 苏伊转身看向羽辰等人 我也并非隐瞒 而是今日发生的杀劫 疑似都是冲着我一人而来 而你们只不过是受我牵累罢了 苏道友无须在意这些 我等早已明白 羽辰神色复杂 其他人也点了点头 到了此时 他们若再不明白这些 那就太蠢了 苏伊道 正因如此 接下来 我会让欺负风出手 带你们一起离开此地 寻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地 羽辰 秦素心等人 揭露出欣喜之色 皆如是正负 他们之前的确很担心 毕竟 哪怕苏伊离开了 和那些仙道大势力 为了探寻苏伊的行踪 必然会对他们 这一批非生者动手 不过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在帮你们之前 需要磨除掉你们记忆中 和今天有关的事情 白毛族打卡 苏伊此话一出 众人皆面面相去 好 我答应 羽辰帅先答应 紧跟着 其他人也陆续答应下来 他们都想明白了 苏伊的来历太过 特殊和神秘 他们知道的越多 反倒是给自己招惹杀身之祸 反之 苏伊这么做 反倒可以避免他们遭受苏伊的迁累 简而言之 就是一句话 知道的越少 对他们越安全 苏伊点了点头 牛头对七夫风道 你可精通心梦灵真诀 七夫风道 懂得 好 你来帮他们消除记忆中和近日有关的事情 然后 咱们就离开此地 切记 莫要伤到他们的神魂 热 七夫风当即行动起来 而苏伊则将目光看向柳云镜 这一瞬 柳云镜肆欲感会发生什么 战声道 阁下 若没有今日之际 我等怕是会被太清教追究和惩罚 还请您 苏伊掰手说道 若不答应 你们必死 柳云镜 他神色阴晴不定 最终苦笑一声 颓然道 我明白 今日我等能活下来 已是阁下宽宏大量 高抬对手 而今只是抹掉今日的记忆而已 我等 岂有拒绝的资格 苏伊深深看了对方一眼 道 有时候 无知就是福 他倒不是忌惮被王爷的仇敌识破身份 而是不想因为自己 牵累到羽晨 秦素心这些无辜之辈 眼下 他能做的 也就是消除掉他们今日的记忆 以后他们在仙界究竟会经历什么 那就和他无关了 片刻后 齐夫风回来复命 立军大人 他们都很配合 事情已顺利解决 不远处 雨晨 秦素心等人正字交谈 每个人身色间都写着枉然和惊疑 此完全不明白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包括柳云镜等人也是如此 只不过柳云镜等人尚且都在昏迷中 不曾醒来 这自然是齐夫风故意为之 毕竟若这些人都还清醒着 必然进行阻挠 见此 苏亦轻语道 这终究只是权宜之计 若是不周山遥光尽土的先军出手 以换身之术施法 足可恢复他们今日所消失的记忆 不过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 说到这 苏亦摇了摇头 道 带他们走吧 惹 齐夫风领命 他取出一个葫芦 直接把雨晨 秦苏欣等一众飞升者 收进了葫芦内 帝君大人 请随晚辈前来 齐夫风说着 绣袍一挥 一朵施障范围的降云腾空而现 载着他和苏亦一起 破空而去 而在他们离开灭多久 柳云镜等人才陆续从昏迷中醒来 这 我们怎会在这里 有人错愕 该死 我好像丢掉了记忆 俺也一样 柳云镜等人脸色大变 一个个被挤直冒寒气 他们都是踏足仙道的角色 焉可能不清楚 他们被人抹去了和今日有关的记忆 还好 丢掉的仅仅只是今日的记忆 对手应该并非想害死我们 而是想保住什么秘密 柳云镜沉吟道 可当看到那满地的血腥和破碎的宝物 他却很难淡定 脸上都写满亥然 之前 竟有这么多虚镜真仙死在此地 并且 还都是景州境内数得着的很茬子 看来 今日我等能捡回一条命 还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柳云镜南南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